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年友请合奖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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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彌陀真实义 愿解彌陀真实义 本字方丈,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年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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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奖 我们这一节依然延续上一节观经下品下新之心意的内容 请大家看广告 第22点 遗陀佛 遗陀佛的对象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 门楼是从哪里算起的呢? 根基极低 也就是说 救度的根基 是从最低的根基算起的 低到什么程度呢? 极恶罪下计 低到五亿十恶 甚至磅法 这种最低下 卑劣的根基 这种根基也能够救度 何况其他众生呢? 所以善道大师说 以佛愿力 五亿十恶 罪灭得生 磅法展堤回心皆往 又说 磅法展堤行十恶 回心念佛罪皆除 又说 一切罪恶凡夫 相亡罪灭 正涉得生 何方圣人怨生 而不得去也 这样方法极异 弥陀救度众生的方法 非常非常的容易 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 就是乃至十念法 乃至十念法 即使下品下身的根基 也都能够做得来的 可以说念佛方法 極简 極意 極轻松 極安乐 因此善道大师说 上尽一形 下至十念 以佛愿力 莫不皆往 顾名二也 又说 上尽一形 下至十声 一声等 以佛愿力 易得往生 又说 种种法门皆解脱 无过念佛 王世方 一切善业回生理 不如尊念 弥陀浩 万行 俱回 皆得往 念佛一行 最为尊 尼见即是弥陀浩 一声清念 罪皆取 这样利益极高 尊称弥陀佛明的利益功德 非常殊胜 非常高超 没有比这个更高超 为什么呢 能够往生成佛 一旦往生 三界六道自然就没有他的份 他永远再不会录到轮回了 抗劫以来的生生世世世世世世生生的流转 今生今世就画下了幽子符 到了极乐世界 他的生命就再没有生老病死 永远都是无量光无量寿 是永恒存在的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不管是圣人也好 凡夫也好 善人也好 恶人也好 一旦到了极乐世界 都必定获得无上涅槃的佛果 《无量寿经》说 其有得闻 彼佛名号 歡喜勇躍乃至一念 当之此人唯得大利 則是具足无上功德 同等异役的庄严经也说 我若成政国 那命无量寿 众生文此后 驱来我察中 如佛今息身 妙相息圆满 亦以大慈悲利益珠群品 因此 善道大师说 六方如来 书蝎静 尊称未豪至世方 到彼花开文妙法 十地愿行自然将 又说 四种威仪常见佛 行来 俊子驾神通 绿色中横自然悟 未借思良一念功 法少大师也说 十恶五亦知愚人 永劫沉淪在六尘 一念清德 弥陀浩 至彼还同 法性身 这几段法语 都在这里显扬 往生极乐世界的正恩 就去念佛 只要念佛 就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而且一旦到了极乐世界 就快速成佛 同时他的成佛 是不假功用的 所谓任运自然 自然就是不假借外力的造作 不经过时间的这个过程 是自自然的 天性自然的 这个叫做自然 所以善道大师说 未借思良一念功 绿色中横自然悟 请再看广稿 第23点 显三叶无功 完全佛力 绝对他力 毫无自力 名号独运 清明独达 这句话都是尊有名词 就我们正祖法门的尊有名词 主要在于显示 我们这个法门的特色 三叶无功 三叶就是指 身叶 口叶 二叶 人的行为 归纳起来就有三种 身体的动作 口的讲话 内心起心动念 有行为的就有叶 这三种就是三叶 为何说三叶无功 第一 口叶无功 下品下身的人 虽然他的业是五叶十恶 但是他随顺善知识 善知识要去念佛 他就跟着念佛 但是他是在很慌乱的情况下 跟着念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 不是好像我们 现在这样 有寂静的心 还有行下 一句一句很清楚的 铿窗有力的念佛 所以对下品下身的人来说 他的口叶几乎是无功能的 第二 新叶无功 就他的身体行为来说 他是痛苦地躺在病床上 身体不断地在败坏 根本就不能以这个身体来拜佛修行 甚至双手合掌都没办法 所以就新叶来说 他完全就没功能 第三 衣叶无功 就他的衣叶来说 他当下众苦交功 心中慌乱恐惧 痛苦不安 没有办法稳定地 直静地 清楚来思维阿弥陀佛的功德 或者忆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经中说 被人苦逼 不忘念佛 正所谓叶色茫茫 六神无主的状态 所以他的衣叶也都是无功能的 就口叶来说 他虽然随着善知识 口称弥陀佛明 但是身口以三叶当中 是以衣叶为主 既然衣叶失功 口叶本身也都没有功能作用 虽然由一声一声的 口称弥陀佛明发出这种声音 但是就好像 喝醉酒的人 答语梦人说话 英武学舌山谷回响 他能够说他有什么功用吗 因此三叶对他来说 是没有功能的 他的念佛 就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 沉溺在大海中 眼看就要灭顶了 他拼命地呼救住 这样的人一定是碰到什么 就捉什么的 希望有东西可以救他脱困 这个时候他的呼救是发自内心的 智性狠切的 这种心情就是智心 他此刻只有狠切求救的心而已 至于 怎样的法 他不一定是知道的 他只是想捉住 大木板也都捉 小片木板也都捉 只要捉到什么 只要碰到什么 当下就是他全部的依靠 这样的人念佛 他并不知道 这句佛号有什么功能 也都不知道 念了会有什么效果 他都不知道 只要别人教他念 他就慌乱地跟着念 所以经文就说 被人苦逼 不枉念佛 善有告言 若不能念佛者 清清无量受佛 他就如是至心 令声不绝 具足十念称 南无阿弥陀佛 善有大师解释 这两段经文 叫做失念清明 而说的 善有之苦失念 转教口称 彌陀佛明 失念清明 意思是说 因为做恶的果报 而临终苦逼 与善知识的教导 苦逼心乱之当下 清明念佛 这叫做十念清明 因此 具足十念的清明 一生做恶的罪人 亦都消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而往生极落淨土 就为死苦逼白之下 極度心方意乱 異孽失去了心念的功能 即使是最简单的名号 亦都不能够在异地中 清楚地浮起 如善道大师解释的 罪人死苦来逼 無由得念佛明 这个时候 善知识才转教他 口称佛明 他亦都跟着善知识 一声一声地清明 虽然清明 但是在他的意识当中 亦都不是清清楚楚的 明明朗朗的 亦都不知道明昊的功德 亦都不理解弥陀的慈悲 只是慌乱地急逼地 无从选择的 随着善知识 依样画葫芦的 一声一声口称乙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是失念了 亦都不能够 称之为失念的清明了 我们仔细地看观经 下品三种往生 就知道他们都是为了 凸显这句名号的功德力用 显示清明念佛必定往生 但是有角度次第的不同 总括来说 下品上生下品中生 是局部的側面的 前行方便的显示 而下品下生是全部的结论性的 徹底不假方面的显示 当然 亦都正是因为有了前面下品上生 下品中生 甚至是九品十三定官的铺垫 才显出下品下生的绝对超越 从下品三生来说 下品上生的王生是三叶俱全的 所谓文大乘十二部经 属于二叶 合掌插手是新叶 清南无阿弥陀佛是口叶 这样下品中生闻善知识 讲赞阿弥陀佛实力威德 光明威神五分发身 亦都就是文解 阿弥陀佛的名号救度 属于二叶 下品下生只有口叶称佛 虽然有口叶 但是单从这种口叶本身来说 在下品下生那种情势之下 如同梦中讲话一般 无意识的跟随着善知识 一样画葫芦这样清明念佛 并非出自自己清醒的 有意识的 有判别能力的口出口清明 因此既是失念 失去意业的功能 自然又失去口叶的功能 所以说三叶无功 虽然有口称 但是三叶无功 三叶无功的念佛 亦都能够往生 显示往生的功德功能 不在众生这一边 完全在弥陀那一边 众生只要清念弥陀佛明 佛明的功德 佛愿的力量 必然会使这个即将 代入地狱的人往生极乐 这就是所谓的完全佛力 绝对他力 毫无自力 也就是明号独运 清明独达 阿弥陀佛为我们所成就的 这种只要清明 就能够往生的异行方法 就是我们正土中的特色 本愿清明 本愿清明就是三叶无功 全憑佛力 不假借我们众生的造作 不假借我们众生的功德功夫来往生 完全不靠这些 只要我们清明念佛 明号的功德就能够单独地 自然地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只要清明念佛 清明的本身就能够 让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这就是明号独运 清明独达 就好像英武 他也不知道这句明号的功德功能 也没有所谓的信愿 所以是二叶无功 他不似得我们能够 礼佛拜佛或者合掌 所以是新叶无功 而且这个行也都只是靠个口 毫无意识地 惯性地学着别人 一样画葫芦地念佛而已 对他来说也都不是什么功夫 但是这样也都能够消去的生死之罪 让他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靠什么力量呢 完全是靠这句明号的力量 如果这只英武只是念 你好 你好 或者是早安 借借 对不住 他能够往生吗 不行的 可以见他的往生 完全是这句佛号 本身就有这样的绝对的力量 就好像我们要从此岸到彼岸 只要坐在船上 这条船就能够孜孜孜孜孜孜 安安稳稳的 将我们从这一边就载到那一边了 我们在船上需要帮忙撑船吗 不需要的 需要帮忙做其他的事吗 不需要的 我们只要安稳地坐在船上就好了 阿弥陀佛六个字名号的大远船 也是这样 我们只要依自己的根基 老老实实地念佛 就能够从极苦的娑婆此岸 到达极乐的涅槃彼岸 什么叫老老实实的念佛呢 如果一方面念佛 一方面又会参舌 又会学物 又会持咒 又靠其他的修行功德 这样老实吗 这样就不老实了 所谓老实念佛 就是专称弥陀佛明 不习修不习行 亦都不好缘其高妙 把自己当做是一个愚痴的人 什么都不懂 而毫无顾忌地 无论何时 何地何缘 尽量想到就念 出口就念 养成事事处处都念佛的习惯 这样专一地 专称弥陀佛明 这些就叫老实念佛了 再者 我们是怎样的根基 就以这样的根基来念佛 这个就是老实 正土中的特色就是本愿清明 不是三学念佛 亦都不是六道念佛 是清明念佛 清明念佛本身 就合乎弥陀的本愿力 彌陀的本愿力就是佛力 使念佛的众生 人人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即使他五界不具足 即使他难免妄想集念 不能够功夫成片 即使他没有文化 不能够深入经作 即使他还是凡夫心 不能够发菩提心 即使他没有学习 收集三学六道 念佛通通都能够往生 因为往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万得雄明 彌陀佛明 本身就具足 能够消除我们生死之罪的功德 具足能够横超三界六道 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功德 具足到极乐世界 就能够快速成佛的功德 因为这样才能够给任何的众生 任何根基都能够平等 无条件的往生到涅槃的极乐世界 这些就是本愿清明 这句弥陀名号 被专称为万得雄明 表示往生极乐世界 和我们有没有智慧是无关系的 和我们有没有学问是无关系的 和我们有没有修行是无关系的 和我们有没有清静心是无关系的 和我们是善是恶也都无关系的 那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和我们有没有专称弥陀佛明是有关系的 有学问也好 有智慧也好 深入经藏也好 都是为了给我们明白 专称弥陀佛明就必生弥陀正土 而彻底归入一向专称 假设我们是无文化 无学问 不能够深入经藏 但是知道往生只要靠这句名号 此后就专称弥陀佛明 这样也同样达到目的 所以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专称弥陀佛明了 不管是什么人 都能够往生极乐的涅盘世界 如果是没有专称弥陀佛明 必定是随缘集善 恐怕就难以往生了 所以往生是全凭佛力 绝对他力 请再看广告 第24点 显弥陀佛明 功能力用 大利无上 念佛方式真善 超越定散二善 大利无上这句话 是从无量寿经来的 在无量寿经流通分 释迦牟尼佛附祝尼立菩萨 将来成佛 在龙华三会的时候 要将阿弥陀佛救到 众生的念佛法门宣扬出去 来救到所有的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念佛是无上大利功德 所以释迦牟尼佛附祝尼立菩萨就说 佛高尼立 其有得问 比佛名号 欢喜勇药乃至一念 当之此人为得大利 则是具足无上功德 由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 所谓的大利无上功德 就是要念佛才可以得到的 这句弥陀名号具足万德 有大利的功德 有成佛的无上功能 所以说大利无上 所谓大利无上 大利和小利是相对的 无上和有上是相对的 大利是指真实之利 成佛之利 如果不是成佛之利 不是真实之利 就不是大利了 好像上节所说的 无量寿经所说 如来已无尽大悲 经哀三界 所以出兴于世 刚展道教 欲拯救群盟 为真实之利 这个真实之利 就是这里所说的大利了 阿弥陀经也说 我见事利 故说此现 若有众生民事说者 应当快愿生彼各土 在这里所说的我见事利 是一般的利益吗 是小小的利益吗 不是啊 是大利啊 是能够给我们当下 离开三界六道轮回的法 能够往生彌陀正土的法 能够快速成就佛果的法 能够快速 港道众生的法 这道法 这种利益才是大利 如果不是这样的利益 就称不上是大利 而是小利了 就不是真实之利 而是方便之利了 无上是指什么呢 是指圣佛 也就是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 阿努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佛是最高的 如果不是佛的话 那就是有上而不是无上 那么阿弥陀佛这句名号 是万德雄明 是大利无上的功德 超越观无量寿经 所讲的十三定观的定善功德 也超越了三幅的善善功德 为什么呢? 从夏品夏生这段经文 就能够显然出来 夏品夏生是五亿十恶的人 他现在临命中就要死了 虽然一只脚还在人间 但是另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地狱 这样的众生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 …… 定善、散善 就是六道万行的总称 六道万行功德归纳起来 离不开定善的善善 定线是难行中的难行 即使上根里气也未必能收成 学习下品下身的根基 根不需要讲 在这里就删线来看 下品下身的根基 是不是收得来呢 删线就是三幅 三幅就是细幅 戒福 行福 一 誓福 誓福就是孝养父母 奉侍师长 持心不杀 收拾善业 这是世间的善事 这世间的善事功德 能够下品下身的罪人吗 不能够的 因为他做的是五亿十恶的业 但是他念佛 不但能够消这个业 而且能够脱离轮回往生极乐 显示念佛给三幅中的细幅 还要超越的 二 戒福 就是授持三规 巨足中戒 不犯威疑 这个戒福的功德能够救得到他吗 也都不能够的 因为他犯的是五亿十恶 甚至是磅发的罪 何况皆向圆满并非义事 大家都有受过三规意 有的也都受过五戒 菩萨戒 虽然是受了戒 但是持戒不容易 根本就没有具足 但是念佛就能够救到他 可以见到念佛的功德是超越戒福的 而且下品下生 这种五亿十乐的根基 在临终这个时候 他能够收世间的福吗 能够收五戒十善吗 收不来的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孝养父母 凤事师长持心不散 收十善意 具足仲戒 何况这种根基 即使有时间的话 他也都做不好这些的 所以就方法来说 这种方法 他是做不来的 就功德来说 要消五亿十恶 磅发的罪 也都没有办法消 只要靠南无阿弥陀佛 靠念南无阿弥陀佛 因为念佛的功德 超越五戒 超越十善 三 幸福 也都就是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独众大乘 劝进行者 这个能够消他 五亿十乐磅发的罪吗 也都不能够的 为什么呢 发菩提心是因地所发的 必须要实践菩萨道 要读众大乘经典 比如发花经 花盐经 金刚经 地藏经等等 要读这些经典的话 一方面 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即使是有时间 他也都不一定能够读众 何况 读众经典 顶多能够消一千劫的罪业 但是这个人所犯的是 五亿十乐磅发 是八十一劫的生死之罪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众大乘的功德 也都不能够消他这样的罪业 一方面是没有力量 消他的罪业 一方面是没有办法 到他脱离六道 生死轮回 只有念佛 不单只能灭除 他地狱之火的果报 而且救拔他出地狱 脱离三乐道 远离六道轮回 能够给他 皇生极乐世界 如果不是念佛的话 这个人就堕落地狱了 如《大智道论》讲 有诸菩萨 自念榜大般若 多恶道中 力无量劫 虽修如行 不能灭罪 后遇知识 教念阿弥陀佛 乃得灭罪 超生淨土 菩萨是上等根基 虽修种种法门 还不能够灭除重罪 唯有尊念彌陀 不但能够灭重罪 还能够超生淨土 何方下稳下生 是顿根 能够超生淨土 更需要尊念彌陀佛 可知 但念彌陀 重罪尚灭 何况轻罪 若不念佛 轻罪难灭 何况重罪 一沙碎轻 直沉海底 重石成船 可达彼岸 这个不是就是 显明念佛的功德 超过誓覆 戒覆 恒覆吗 也都显现出 念佛才是真正的善 超越十三种定观的定善 也都超越三幅的散善 由此可知 念佛方法是很简单的 简单到 连这样一个 犯五亿十恶的人 在临终极端痛苦的时候 也都能够念得来 所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才被专称为万德雄明 在经典上 我们看过 哪一句佛号 或者咒语 被专称为万德雄明 没有啊 只要讲万德雄明 都是指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字佛明 因为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字佛明 包含了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 包含了一切诸菩萨的功德 也包含了八万四千 救度众生的法门的功德 因此 这六字南无阿弥陀佛 才会被专称为万德雄明 请看广告第二十五点 显定散以善 不如念佛 定散以行 为归念佛 善到大失色 衰说两门 意在尊称 刚刚说念佛的功能力用 是大利无上的 念佛才是真善 超越定散以善 其实 释迦牟尼佛在观经 里面讲定善和散善 目的就是为了显示 这句 弥陀名号功德的超越性 如果一开始 是没有讲定善散善 就直接讲阿弥陀佛 这句弥陀的功德力用的话 听的人就不明白 他们的高低 因为是没有经过比较 而一经比较 才明白定善和散善这两种 都不准认佛殊性的 另一方面是为了引导 本来是修学 定善或者散善根基的人 完全归入专称弥陀佛命 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即使是随缘 随分随力 修学三幅 乃至讲修三学六度 但是也都不依靠那些功德 往生极乐 为什么呢 一者 其他法门的功德 不如弥陀名号的功德 能够救到下品下身的根基 二者 这句弥陀名号 本身已经具足三学六度 百千陀罗尼的功德 只要称你弥陀名 不假他求 所以 观经的定善意行 以下品下身为终结 有引导十三观 以及上中二品 归入念佛之意 而到了观经 最后的流通分时 以非定善 非善善的本愿清明 的念佛作为总结论而讲 若念佛者 当知此人 则是人中分陀利化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为其圣友 当座道场 生诸佛家 又讲 佛告阿难 语好词诗语 词诗语者 即是词无量受佛命 善怒大师 对这两段法语解释说 若念佛者 即是人中好人 人中妙好人 人中上常人 人中稀有人 人中罪性人也 又讲 上来虽说定散两门之益 望佛本愿 意在众生 一向专称 弥陀佛命 至此 整部观经 彰显定散二线 不如念佛 定散二线 违归念佛的心意 可以讲 动若观火 请再看讲好第26点 显念佛公超定散两线 事故念佛 往生植入暴土 超越品位阶级 只要念佛就可以进入暴土 不在品位阶级当中 这三句话意是非常深妙的 如果不经过解释 一般人就很容易误解 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淨土宗 纯正的淨土法门的特色 请大家细细地听我解释 观经讲到九品皆位 那念佛是在哪个品位阶级呢 念佛是超越品位阶级的 为什么呢 九品有上品 中品和下品 上品又分为三品 中品亦都分为三品 下品亦都分为三品 上品生的众生 是怎样的根基呢 是三幅当中的幸福 也就是他能够发菩提心 深信恩果 独仲大乘 劝进行者 虽然他的贪亲痴还没有断除 但是因为他遇到了 这个大乘法门 随着这个法门 所收善行的多寡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所收所行高的 就是上品上生 低的就是上品下生 所以上辈也就是上品生的众生 就是行三福之中的幸福 回向往生的 如果是收三福之中的戒福 也就是受持三规 巨足中戒不犯威夷 这样的众生 贪亲痴虽然是没有断除 还是巨足贪亲痴 但是他所收戒福的功德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他就在中品上生 或者中品中生当中了 所以上辈的人遇到大乘的法门 收集大乘的法回向往生 所感得的就是大乘的果报 在上品生 如果遇到小乘的法门 收小乘的功德回向往生 就在中品上生 或者中品中生当中 那么中品下生是怎样的众生呢 是没有遇到佛法 行一般人的人伦道德 比如说三光五常 四维八德 或者效养父母 奉事思长 慈心不杀 收十善业等 虽然他是没有贵意 也都没有受持五戒 也都不晓得佛法真三保 但是临终的时候 他遇到善知识 告诉他有六道轮回 有极乐世界可以往生 他就以一生的善行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他就在中品下生 上品上生 上品中生 上品下生也好 或者中品上生 中品中生 或者中品下生也好 都是以相对的因来回向 而得到相应的果 至于念佛 像大家这样 现在就怨生弥陀正土 专称弥陀佛明的人 在哪一品呢 他的功德是超越 世间善的细福 也都超越三规五戒的戒福 也都超越三福之中的幸福 他是超越品位的 也都就是这里所写的 显念佛往生即入暴土 超越品位阶级 为什么呢 因为有其因 必有其果 名号功德是大利无上的 我们以念佛为因 功德当然也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的大利无上功德 有人会怀疑 观经明明有讲九品 而念佛是在下品 怎么讲念佛超越品位阶级呢 我现在就要以四点来解释说明 一 涉基义 观经讲九品 目的是要用九品 来涵盖一切善恶凡夫 相从大乘极善 下到五亿磅法 都能够成佛怨力往生 并不是讲念佛一定在下品 观经九品和大经 三辈的意思是差不多 只是开合不同 如果念佛一定在下品 为什么大经上辈中辈下辈 都讲一项专念无量受佛呢 既然三辈都讲一项专念 那就说明念佛本身是总舍万机的 超越品位 不在品位当中的 三辈九品只是反映众生 本来善恶的几累 二 显胜意 观经为什么只在下品讲念佛呢 因为下品都是做恶致机 一个做杀到淫妄 或者是犯五亿十恶的极重罪人 他获救无门解脱无望 唯有念佛才能够救他脱离三恶道 脱离六道轮门 所以就将念佛安置在下品 在下品下身开显念佛 在那里将显念佛的功德殊胜广大 不是讲念佛就落在下品下身 反而因为下品下身讲念佛 才显示念佛的功德是超越三福九品的 背后是有这样的意义的 所以讲念佛超越品位阶级 三 益子义 念佛本身虽然超越定线山线的品位 但是下品下身这个人是个恶人 恶人念佛虽然同样往生 但是就说讲在下品 这个就是有益子做恶的意思 要我们行线来念佛 四 除他义 佛讲法有除他义除字义 除字他义这三种的 也就是讲这部观经是释迦牟尼佛 随信韦提希夫人的请求而讲的 韦提希夫人本来就认为 往生极乐正土是定善功德最为殊胜的 所以只是请释迦牟尼佛讲定善的观法 而对于清明念佛是没有放在心上的 这就是一般人的心理状态了 认为定善功德是最殊胜 散善次之 念佛只不过是口中清念而已 是最劣的 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大智大慰 就顺着韦提希夫人的意思 在正宗份先讲十三种定观 入定观想 然后释迦牟尼佛 自己开说三幅的散善 最后在下品下生 一切定善散善 都救不到的时候 独独显明念佛的超胜和绝对 来引导一切定善和散善的修行人 都归到念佛法门 所以善道大师讲 一切众生根基不同 有上中下随其根性 佛皆劝诸念无量受佛命 其人命欲忠示 佛与圣众之内迎接 尽得往生 所以念佛在最后 下品下生的地方来讲 这些是佛随他意的方便引导 并不是念佛一定在品位当中 甚至是下品 如果释迦牟尼佛 完全随自以而讲的话 那就直接讲 念佛往生 就不讲品位阶级 你都就是超越品位了 阿弥陀经就是这样 阿弥陀经是佛无问自说 也是随自以而讲的经典 其中就将一切定善 散善功德 表为小善根福德 不能往生 独独以念佛为善中之善 福中之福 以念佛为多善根 大善根 罪性善根 不可施以善根 必定往生 在阿弥陀经之中 往生也都不讲三辈 也都不讲九品 只是念佛都是不退转的 都是一生保处 都是诸上善人驱会一处 都是同一个地位 都处于同一个境界 可知 念佛法门是远超上品 上生法门 念佛功德远性上品 上生功德 时故念佛往生极乐 远超上品上生远超九品 非九品所涉 既知 诸行往生极乐有品位 念佛往生极乐无品位 因此善道大师 启定古今而讲 上来衰说 定散两门之益 望佛本源 意在众生 向尊称 弥陀佛命 善道大师有一首解就讲了 极乐无为涅槃界 随缘集线孔难生 故使如来选要法 教练弥陀 尊伏尊 除了这首解 善道大师又讲 念佛即是涅槃门 第一首 就明确地显示 唯有念佛才能进入 涅槃的境界 因为念佛是涅槃的因 涅槃是念佛的果 有一句话 说念佛成佛 念佛是因 往生是果 往生到哪里呢 往生到弥陀正土 那么弥陀正土是怎样的正土呢 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 极乐是无为涅槃的境界 我们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 岂不是当下就正入无为涅槃的佛果 这个道理我们只要思维一下 就可以了解的了 既然进入了涅槃境界的方法 是念佛 这样三幅的内容 如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 持心不杀 收拾善业等等 要不要做呢 当然要做啦 我们就是就往生的正恩 而讲念佛 不是说除了念佛以外 那些善业就不用做的 不是这样的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持心不杀 收拾善业 是我们为人应该做的 这些根本是人伦 所谓人伦就是做人 就必须要有的做人的格 做人的条件 如果不是这样 就不堪称为是一个人 做人就要孝顺父母 奉事师长持心不杀 这个就是誓福 这样戒福的内容 就是受持三规 巨足仲戒 不犯威夷 要不要做呢 当然要随份随缘 这样去做 学佛的人应该先受三规依 受持三规依 只有利而无害的 仲戒也都是 以在家众来讲 戒有这个五戒菩萨戒 以出戒众来讲 有250条戒 或者480条戒 就以我们的根基 以我们的身份 做应该做的事 所谓国安其为 国师其职 但这个与往生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的 与我们往生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是念佛 不过 不过 那没有关系也都有关系 一个人如果是没有专念弥陀佛命 而收其他的诸善万行 也都是所谓的习行 只要回向也都能够往生 只是在九品皆为当中 总之一个学佛念佛的人 应该知道 往生极乐无为涅槃的淨土世界 正因是专称弥陀佛明 而世福 介福 幸福 是我们为人 学佛者 理所当然 随分随力 应该要做的 有这样的观念 才是正确的 这样的人 去往生就在 布图当中 不会含包在莲花中 显念佛往生 植入布图 超越品位阶级的道理 简要这样显明 就是善道大师这一手计 当然善道大师这样讲 不是没有根据的 是根据哪里呢 根据无量寿经 也都根据阿弥陀经 好可惜时间已经到了 就讲到这里 愿大家 信佛 念佛 愿生极乐 广道众生 南无阿弥陀